他讲的都是市政 陆瓶砖啊 淤青啊 等等 所以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投给他呢 如果说年轻的选票是这个 用年轻的漫画或行动的话 其实把年轻人想的太肤浅了 那我想在整个政治人物应该做的 包含改革上 包含提出政策以及国家愿景上 我想目前蔡英文总统还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 包含在减税的部分 在下一代的社会公平正义以及这个家庭的部分 可是问题是韩国瑜他在做这一些工作的时候 他其实想象的是去年那一群讨厌民进党 中间选民 愿意跟他骑着摩托车上街头的高雄市民 奇怪这些人怎么不见了 我过去在我选举的时候 大家愿意跟我一起上街头 一起唱着这个夜席 一起这个呐喊中华民国万岁的这些人不见了 所以他试着要做一些年轻的形象来换回年轻的选票 可是他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本身本来就不是年轻人 本来就不是庶民 他没有经过我们这一些刻苦打拼 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 在现在的社会结构里面 我们要白手起家的困难 他没有办法以自己的形象来说服年轻人说 我跟你一样是怎么样打拼上来的 那包含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四年前 连胜文在选市长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试着要做一些年轻的形象 一直玩一起玩 然后大家那个影片结果出来之后 被年轻人笑说不知民间疾苦 韩国瑜其实某种程度 他做这件事情反而跟他的这个 莫忘世上苦人多 以及所谓的庶民总统是背离的 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年轻人到底在干嘛 那另外他又有讲过 这场选战是个可耻的选战 大家都在抹黑我 然后这个我从来没有骂过一句人 那我就很好奇 我就上网Google 我就Google韩国语空格骂四个字 出现两千九百万笔 每一则随便讲都是 两千九百万笔 两千九百万笔搜寻结果 那里面包含了六月十三号台式 他说这个脑肿砸碎天生器官小 前几天说这个台北市议员出俗下流不堪 然后在高雄批评气暴的时候 被说有一些人 我连屁股毛都没有长出来 我用屁眼看他们 那这个如果不是韩国语讲的是谁讲的 后来才发现不能怪他 因为由于这个挖石油的政策也好 或者是他常常说过又忘记 像黄光琴的事件绝对不选2020 原来韩国语是一个记忆不好的人 原来他常常讲出来的话 过两天就忘记了 所以他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个人格特质 我想他讲的话信用度会越来越低 这个香港情势会怎么样影响 那郭柯联盟现在要最大化他们的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吗 这个波威怎么看 其实那个一个学校 有很多的班级就像是不同的政党 班级与班级之间对抗的时候 他们会打这个架拐子 然后想办法赢球各种这个战术执行 可是如果当学校跟学校比赛 也就是国家跟国家的议题的时候 这些班级应该要团结在一起 可是现在有个情况很奇怪 包含反送中的事件 包含这个前两天统促党在台北车站庆祝国庆 我想台湾的政党应该要团结起来 去跟中国的这个势力讲说 你不可以在我的火车站游行 你这个香港反送中事件 是违反世界的这个自由民主价值 你不可以开枪打学生吗 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理性 很正常的反应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态度里面 我们居然看到了说 大部分是在指责 有一部分的政党是在说 这个是警察打 是报名打警察 是这个香港人不听话 不遵守规则 不依法行政上街头 哇那你一听就很不能够理解 包含我曾经上过其他有台的节目 有一些这个名嘴 他们一直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讲话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应该是 我们自己平常选举 或是政治地盘的争夺 这个大家自己讲一讲 没有问题 可是你遇到外国势力侵入的时候 你怎么还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源 或是帮他们讲话 所以包含他们在讲 刚刚党政军媒体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 谁 旺旺吗 还是 可是柯文哲跟韩国瑜是受旺旺 这个最大 这个吹捧的一个对象 所以 我想在整个国民党跟 在整个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态度 以及对共产党的态度 一直不明朗的情况下 选票会证明说 他的这个决定是错的 我常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国民党一直没有办法 把民进党当朋友 把共产党当敌人 而且他的立场还反过来的话 我想选民一定会唾弃 再来统独绝对不是假议题 统独如果是假议题 香港这边出事情 为什么台湾的民调会一直乱跑 如果统独是假议题 香港发生什么事 跟台湾都没有关系 你中东的这个事件战争 跟台湾的选举过去 都没有相对应的连接性 欧洲法国罢工事件 跟台湾都没有连接性 香港反送中 为什么会跟台湾有连接性 为什么那边越演越烈 然后我们的韩国瑜说 不知道不清楚 他的民调就会一直掉 为什么柯文哲北车 这个统促党 这个中共国庆 会被大家新闻来炒作 甚至他需要去讲 陈局的事情来转移焦点 为什么 原因就是统独是个争议题 统独就是的确会影响 台湾政治的 我想快点时间来讲 刚刚那个国民党的部分 其实过去我们说 吴敦毅是一个很会 这个很会运筹帷幄的人 所以他一方面要郭台铭的 不管是金钱 或者是他的资责 然后一方面希望 有韩国瑜的声量 或者是他的这个 无理头饰的政治表演方法 可是慢慢的 郭台铭发现一件事情 我退党就好了 我不要理你就好了 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 他们说是经济兰跟知识兰离开 不是 是理性兰离开 国民党剩下不理性兰 那他离开的时候就发现 你看国民党也不敢切割 柯文哲也黏着他 你说让他不理性 这个 调拨一下 可受公平 然后民进党不打他 郭台铭之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很恨韩国瑜 这个是事实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看到韩国瑜 郭台铭是韩 这个叫老虎军团 结果你韩国瑜身边最接近的人 叫周锡伟 上山打老虎 然后柯文哲一天到晚 跟老虎进来 鱼虎磨皮 所以现在的台湾政治情况 就是这样 郭台铭成为唯一一个 没有人会要打他的人 所有人都急着 想要跟他合照 想要保持关系 那他何必要做任何的事情 那郭台铭对 吴敦毅的看法是什么 蔡新宇发出来讲说 因为我的粉丝团 下降了500人 所以我不接受 吴敦毅的这个 这个取消这个会议 吴敦毅 你连500人的名义都不到 就这样子而已 我不屑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吴敦毅本来以为 他运筹帷幄 两边扶持人 然后突然间 手松掉 郭台铭变成烫手山芋 那这个就是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郭台铭先生 那个挺岩大将 韩国瑜跟严宽恒 这边有一个 令人汗眼的组合 在我的省区 然后这个邀请郭先生 早日表态